叶罗莉冰莲花,20岁王墨变成画家,画画也能撒狗粮,水王子亲吻王墨。 叶罗莉漫画又爽弱拙又出新的翻外故事了,这次的主角不是冰公主,这次的主角是大家喜欢的王墨。 王墨的待遇果然不一般,时不时就会出现一些新东西,这次在翻外剧的设定中,王墨变成了20岁的年轻画家。 实际上,在冰莲花的翻外故事中,王墨变成了23岁的年轻老师,这一次又变成了年轻的画家,你说这待遇有多好? 不过,重点是画画也能撒狗粮,水王子亲吻王墨,又是让人羡慕的一幕,这狗粮真是吃得猝不及防。 先来看一下这次的女主角,这次的女主角是王墨。 不过此时的王墨已经不是小孩子,现在她已经变成了20岁的王小姐。 不仅如此,她还是21世纪杰出的青年画家,王小姐也算事业有成,她甚至还有自己的绘画工作室。 重点是20岁的王墨也很漂亮,而且还是单身。 接下来就是这次要出场的男主角,男主角依然是水王子,这是不变的设定。 虽说叶罗粮是一部少儿动漫,但是王墨和水王子这对CP似乎不会改变。 水王子在剧中的人设置神秘的水精灵,不过他和王墨之间的关系特别好,时不时就会出来和王墨见一面。 这一天王墨在自己的工作室画画,不过他怎么都没有灵感,这操作似乎感觉很熟悉。 没错,王墨只是在等一个人,这个人就是水王子。 当然,他自己不这么觉得,只是这剧情一定会这么发展。 果然,王墨画画的时候,水王子就出现了,王墨看见水王子之后直呼水王子真帅,就像精灵一般。 而水王子出来之后,王墨变得紧张又激动。 然后水王子就说了,不是你画画画的不好,只是这会画缺少了水的灵动。 一看就知道水王子要出手了,毕竟水王子可以操控水的力量,他出手之后,自然变得无比梦幻。 果然,晶莹剔透的水花出现了,在水花的洗涤之下,王墨画的画瞬间变得栩栩如生。 看样子,还是需要水王子的帮忙才行,不然的话,根本无法把这幅画画的完美。 施着魔法之后,水王子还不忘夸奖王墨,然后又开始疯狂撩媚。 注意看水王子的姿势,这操作谁受得了呢? 加上王墨本身也是一个花痴,虽然他只是对水王子一个人犯花痴。 但花痴就是花痴,面对水王子帅气的颜值,王墨肯定把持不住。 没错,这粗不及防的狗粮就这样出现了,水王子竟然亲吻了王墨。 话说回来,王墨还是很懂事,竟然知道闭眼。 总之,王墨和水王子就是一对超级CP,无论番外剧是什么剧情,两个人始终会走在一起。 只不过,从故事剧情来看,水王子只是一直陪伴着王墨,毕竟这部动漫不是恋爱番。 不然的话,两人说不定真的会变成情侣哦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。